统战需要,中共答应日本严禁中国渔船靠近钓鱼岛,钓鱼岛问题一直是中共煽动所谓爱国情绪的得力工具,但日前日本已安倍访华相邪警告,中国渔船勿靠近钓鱼岛中共随后下达禁令为应付贸易战北京政谋化连日抗美被指并急乱投一广告。 日本产经新闻8月19日报道8月15日在间隔诸岛中国称钓鱼岛附近中共设定的休逾期结束的前一天,濒临东海的福建省的渔业部门对渔民发出指示,要求勿靠近间隔附近海域。 日本共同社报道指福建省龙海市在7月30日的相关会议上强调,将严格敦促远离涉及外交需要细心注意的海域进行作业。 其他地方政府也发出类似指示,该省实施是还严禁在敏感海域违规作业。 报道趁2016年8月休逾期结束,时有200艘至300艘中国渔船涌向间隔附近,其中一部分和中共公务船反复驶入日本领海。 因此,日本政府自2017年春天,其以多次提出抗议,要求勿在发生此类事件。 日本外务省官员日前警告,趁如果出现渔船驶入领海的状况,协调你年内进行的首相安倍晋三访华,也可能告吹对关系改善造成负面影响。 此外产经新闻8月8日还报道指,中国上海师范大学原定8月10日举办关于日军未安抚问题的国际座谈,会淡接到中共外交部通知。 后座谈会被紧急取消中共目前正积极促成安倍秋季访华,以拉拢日本共同应对与美国的贸易大战。 有中共官员甚至在大外宣媒体表示,用中日同盟渐进式的取代美日同盟,这是中共出席制胜的一招不过。 也有分析只连日抗美是中共病急乱投医的昏招二战之后,日本在政治上始终追随美国国家安全,则受到美国的核保护散庇护,特别是面对中共和朝鲜的核威胁。 日本需要依靠美国的保护,美国和日本两大经济体之间也一直有紧密的贸易联系,而中日几十年来一直都是传统竞争对手。 双方在政治和经济上并没有实质上的合作,此前数月间中共曾经积极和欧盟展开经济对话,并多次派高层出访欧洲游说收买。 希望达成联欧抗美中共外长王毅暗示,希望欧盟至少不要被后放冷枪,不过欧盟始终声表示,虽然美欧出现贸易摩擦,但美国还是其传统盟友上月底。 美欧达成贸易和解协议,宣布致力于达成零关税双边贸易并共同应对中共,港媒指欧盟之所以不会背叛美国靠拢中共原因,在于价值观的根本分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